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拉越报告就卷闻抨击 他说双方今年初达到这个庭外和解之后 伊党却不断的扭曲和解的内容 甚至还泄露了这一个保密的条款 让他是深深感到不满的 那么如果凯利的揭露是真的话 那么哈迪确实给了他140万令吉 如果这是没有报大数的话 那么伊党在这一个课题上 就真的是非常超级难看 伊党不仅输掉领袖们 一直引以为傲的那种诚信干净的形象 同时党的威望 也可能在这个事情上一起被埋葬 伊党哈迪自动求和 要求庭外和解的官司 把伊党的丑陋的一面 测裸裸地呈现在大家的眼中 凯利说伊党代表违背哈迪 应当保密的这个和解的条款 不但公布这些条款还误导了马来西亚人 就说伊党没有支付沙拉月报告任何一分钱 不过他说哈迪是确实付款了 那沙拉月报告就附上了一张哈迪赔偿的 这一个伊斯兰银行的支票 这个数额就是142万2980令吉 收款人就是律师阿美利的 这个托管银行的账户 而阿美利本身就是凯利的代表律师 那么凯利他就指出说 伦敦法庭并没有要求 这个宿便的双方任何一方承担费用 但是哈迪已经付款了 就是哈迪已经帮凯利买单了 那么沙拉月报告是在哈迪同意承担法律费用之下 才答应庭外和解 换言之如果你不缴付这笔费用的话 那么我们的官司就继续的打下去 早前就有媒体报道说 双方同意庭外和解 但是在没有赔偿的这个基础下是进行的 但是和解的详情内容就不公开 虽然双方打字庭外和解 但也有签署保密的协议 如今Claire单方面公布这些保密的内容 他到底有没有违反保密的这个协议呢 那么为什么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开这些内情 而这个时候是非常敏感的 是在世贸业补选投票前一天举行 那么这个动作其实是不是有政治的计算在里面 我觉得说是值得大家考虑跟值得大家深思的 OK 这张142万令吉的支票 是有沙拉月报告的吉隆坡律师托管 作为哈迪撤销英国诉讼的这个条款 那沙拉月报告是有权不再保密 以便就是像受到误导的这个马来西亚人告知真相 凯利就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文件的显示 沙拉月报告不获得赔款 反之我们就是他说的 有这个书面的证据就证明了 哈迪阿旺代理人付款 以便让他撤销诉讼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还有另外一名关键人物 就是伊党的总秘书 Takiyudin 那么Takiyudin跟其他的巫统的伊党的领袖 就一再否认说有给钱给凯利 那么这个动作 这个否认就让凯利非常的不满 指着这些伊党的领袖 你们不但没有遵守承诺 不讨论这些协议的内容 反而不断的声称说 哈迪是没有给钱他的 没有给钱他的 那么从凯利的这个角度 他就认为说这是你们先不遵守这些承诺 没有保密 那么我也不客气 我也不跟你们客气了 我就把你们之前所讲的东西全部摊开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 凯利他出示这些支票 告诉大家说 确实哈迪阿旺是有给钱的 所以这一些的这个做法呢 就让伊党处于非常被动的一个情况 那么Takiyudin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伊党的主要发言人 他同时呢 也是哈迪输送案的这个代表 他更是一名律师 那他公开讨论保密和解条款的细节 扭曲及暗示呢 沙拉月报告没获得赔款 可是沙拉月报告呢 确实获得了这一笔呢 142万的律师费 那凯利就指出说呢 哈迪不该跟伊党的党员 讨论和解的这一些细节 那达基尤丁代表哈迪发言呢 公然呢是违背了保密的协议 令人震惊的是 他说他的发言呢是有误导性的 那为了汇款这一笔钱呢 沙拉月报告呢 也抗登了凯利致函马银行分行经理 向银行解释这笔汇制凯利银行账户的赔款 那么这封信呢 是在这个距离今天呢 才大概只有10天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近期在这两个星期内才发生的 那么整个事情呢 其实已经潮了大概有两三个星期 那么如今呢 整个球是在伊党的这个角色 那么接下来 我们都会把焦点放在伊党身上 看看这一次伊党的主席 或者其他的领袖 如何去把这个东西给兜回来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解释 难道你说这个支票是假的吗 这户头是假的吗 这142万令吉是不存在的吗 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你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硕质 能够让人民或者是让你的党员 让你的支持者 重新对你重视回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很好的去解释的话呢 那么伊党的形象 真的是直接插水了 现在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换一个焦点呢 来关注一下 马上就要举行的世毛月的补选 世毛月补选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觉得谁会胜出呢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其实这一个补选呢 现在就是距离不到20个小时之后 就会举行了 虽然呢 这一场补选的胜负 都不会影响到雪州的政权 对全国的政权呢 当然也不会有影响 不过 这一场的补选呢 其实对于西蒙跟国政来说呢 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 而且也有可能呢 会影响接下来的全国政局 那么对西蒙来讲说 他们现在已经是执政中央了 在雪州已经是10年的执政党了 而且在509大选的时候呢 西蒙在56个雪州州议席的 这个56个议席当中呢 他们已经拿下了50个州议席 所以如果这一次 世毛月补选不小心输掉的话 其实对雪州来讲 是没有完全没有影响的 而且雪州西蒙还能够掌控 州议会的三分之二强势 那么对国政 特别是巫统而言呢 世毛月这一种马来人 占70%的城市 或者是半城乡选区呢 一直都是巫统的强区 巫统的包里 直到509上届大选的时候 才不小心的让西蒙拿下来了 所以对国政来讲 对巫统来讲说 他们一定要想办法 拿回这些他们传统上的席位 那么巫统上一次输掉 是输给谁 输给从自己党内分裂出来的土团党 那么如果巫统在这一次 能够重新拿回的话呢 那么他在马来人心目中的形象 跟地位将重新建立起来 同样的 如果土团党保住这个议席的话呢 那么他们将能够暂时喘一口气 能够告诉乌逸选民说 土团党还是能够代表马来人的 因为世马业补选 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 那比起前五场的这个补选呢 西蒙这一次啊 是派出了更多的高层领袖啊 还有一些内阁部长呢 就是前来助选的 那相对之前呢 只是由这个二线领袖领军 这一次的补选呢 是由这个土团党的主席 慕尤丁亲自挂帅 那最近呢 这个种族啊 还有宗教的课题啊 其实层出不穷 我们在主编点新闻当中呢 也不断的在进行讨论 那西蒙政府呢 也饱受了攻击 那如果呢 获得了这个补选的胜利 确实就像是志峰说的 是有助于西蒙 还有土团党 在马来的社群呢 是暂时稳住脚步 所以西蒙特别是土团党 对这场补选的胜利 是非常的渴望 因为他不仅能够稳住 他们在马来人心目中的 这个领导地位 同时呢 也能够稳住 非无意对西蒙的看法 西蒙呢 这一次在补选中 他有很大的 这个胜选的这个压力 因为对他们来讲说 马来人的支持率 在这个时候 比任何东西都来得重要 况且四毛月 他能够反映出 全国的一个局势 一个走势 因为四毛月是占 马来人占70% 那么而且这个议席呢 是属于城市 以及城乡之间 那么其实全国有很多 类似这种马来人占 70%左右的这个州议席 那么如果西蒙要在 下一届大选中 继续执政中央的话 他必须要赢得更多 类似四毛月 这种种族比例结构的州议席 如果这一次的 这个补选他们失败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他们要重新 赢回这种种族比例的议席的话 将需要花出更多的时间跟精神 其实在509之后呢 乌统跟伊党就有合作嘛 不过呢 在前面几场的补选当中呢 其实都没有顺利的就是胜输 但是呢 在上个月的这个金马轮的补选中呢 他们却胜利了 那在四毛月的补选期间呢 乌统还有伊党呢 两党的这一个领袖 在各自的这一个演讲当中呢 都不断的强调说 他们两党合作呢 是能够捍卫 马来民族呢 还有这一个伊斯兰的 他们也指控啊 就是这个行动党啊 就是在主导西盟政府 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是不利于马来人 还有伊斯兰的地位 那么回来看哦 这个是毛月的 选民的结构 乌业的部分呢 有高达68% 华裔的部分呢 是17% 印翼呢 是14% 所以很明显的 马来选民 对就是两大阵营呢 现在强攻的一个选票 所以乌统跟伊党呢 他们在这一次的补选当中呢 就想尽办法要重新恢复金马轮模式 一旦金马轮模式成功的话呢 那么这种formular 这种方程式呢 将会是接下来 如果再出现补选的话呢 相信反对党将会使用这个模式 况且呢 比如说在这一个四毛月呢 伊党的支持者 大概是在上届大选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 他们支持这个 本身政党大概有整15%的 这个占选民总数 所以如果这15% 在这一次的补选当中 都全部都跑去支持 国阵的这个候选人的话呢 那么国阵将有比较高的 这个胜算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这一场的这个补选呢 这个土团党跟西蒙 还是占有稍微一点点的 这个也是 因为他们是州跟中央的执政党 那么他们的多数票 可能就会减少了 因为根据过往选州 补选的这个经验呢 投票率是相对的低 是少过50%的 那么如果投票率更低的话 对西蒙来讲说 不是一件好事 那谢谢你关注呢 这个世毛月 当然呢 我们也要持续 请你关注呢 主编点新闻 到底接下来的这个局势 会如何呢 我们再来一起剖析 那下一段回来 我们带你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政府呢 上个星期就有宣布 收购四条大道之后呢 财政部长林冠英就预料 政府将会在两三个月之内呢 就是找到方案嘛 以便呢 就是决定是否要收购 其他的大道 他就说啊 工程部长呢 巴鲁彼安 将会负责有关的研究 那他们将会共同参与 那么收购大道跟费除大道收费呢 其实是569大选之前 西蒙其中一个竞选承诺 也是一个非常吸引选民的竞选承诺 可是执政之后呢 我们就听到很多的理由 比如说国债一朝令吉啊 然后政府国库没有钱啊 之类的东西 如果要收购的话 要花很多钱 那么算来算去 其实是不太值得的 所以这个承诺呢 就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 呈兑现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在过去几场 六场补选当中呢 不断的跳票 成为了西蒙被攻击的这个对象 而且呢 这个矛头呢 都指向西蒙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包括了林冠英 因为他本身是财政部长 还有其他被指明的呢 就是之前有录视频说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什么样的方式 来收购 包括了这个财政部长的政治秘书 那今天呢 林冠英呢 出席了活动之后 就被询问了 政府是否会收购 其他大道特许经营权的时候呢 他就说政府呢 将会进一步的研究 受影响的这个面向 然后呢 再做决定 他说呢 至于其他的这个大道收费站呢 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比方说两三个月内 看一看 是否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适合的方案 两三个月 算一算的话 应该是2019年的年终吧 那么工程部长巴鲁比亚呢 他之间就说 他们已经有一个独立顾问团 在研究国内大道收费站的这个课题 那么这份报告呢 将会在五月出炉 所以如果是两三个月 再加上巴鲁比亚所说的五月的话呢 那么那一个时间点 是相当的这个吻合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大胆的猜测说 就是年终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大道的好消息 就是除了之前的四条大道之外呢 可能会有更多的大道将会有免收费 或者是有高峰期啊 这个费繁忙期啊 堵车费之类的东西 可能会在年终的时候 希盟会告诉我们 那么巴鲁比亚当时他就说 政府会在接获这一些报告之后呢 才针对大道的收费站课题 以及他未来的方向该怎么跑呢 做出最终的决定 他指出呢 其实已经有一两家的大道特许经营公司 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议 那么这些建议呢 能够在短时间内同时落实 那么现在呢 解决大道收费 或者是费除大道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因为他除了涉及钱之外呢 还涉及到政府跟这些大道公司 所签署的特许经营权的 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 牵涉到法律的条文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可能需要短期中期 跟长期的一个方式 不太可能说一眨眼之间 这个问题就能够获得兑现 问题就能够获得解决 当中可能有一些可行的建议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落实 那么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呢 可能是要花更长的时间了 那另一方面呢 当然也有人关心了 到底政府啊 是不是会赔偿金物达的 这一个事项 那林冠英呢 针对这一个询问呢 他是拒绝回应的 他就解释 他说一旦呢 透露任何详情的话 担心呢 是会影响金物达的股价 或者是利益等等的事项 那政府呢 宣布这一个收购 四条大道的消息传出之后呢 金物达还有旗下的 这一个环城大道呢 星期一的股价是分别下错了 十八仙 还有四十三仙 那么林冠英在星期二的时候 他就表示说 政府收购四条大道 以及以这个堵车费 来取代过路费 而这种做法呢 每年可以为大道 使用者 节省大概是 一亿八千万令吉左右 同时呢 政府也不必为了 这个调账 过路费呢 而必须赔偿 这些大道公司 五十三亿令吉 那么这一些做法呢 其实还在这个 这些都是林冠英的 这些说法 那么如何真正的落实呢 其实大家都还在观望着 是 那首相办公室呢 是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就有宣布 将跟金物达谈判 以便呢 收购四条大道的 这个特许经营权 那这四条大道呢 分别就是 LDP Sprint Cursus 还有Smart 好了 这些收购大道 除了大家关注的 这一个 最关注的应该就是 到底要花多少钱 因为Gamuda呢 它不是一般的这个公司 它是上市公司 那么你上市公司的话 你就受到SE的监管 你必须要向你的股东 负责个交代 你不能够 监卖你的这个资产 否则的话呢 你的股东 就会在那边吵吵闹闹了 为什么你把这个资产 这么值钱的东西 监卖掉 那么其中一个 更值得关注的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觉得说 人民应该要知道说 过去政府跟这些大道公司 签署合约的时候 这些合约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过去呢 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这些大道公司 也被视为是稳赚的 一定赚钱的 如果没有赚钱的话呢 政府要赔钱 所以应该要趁着这个机会 让人民知道说 过去政府 前召政府国阵 跟这些大道公司 签署的合约 到底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真的 有一些不平等的这个条约 那么人民才能够 从这一个过程中学习 今天非常感谢志峰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